早晨,今天是7月31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开市最渣故 今早由盈保证券投资顾问总监谭志乐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Arnold,这个星期大事有什么焦点? 我认为今天,整体研究最接着 谭海迁思计可否突破2万点的心理关系 因为市况上在上星期明年好转了 而另一方面,这个星期也涉及了一些内地的官方 或者非官方财新的制造业、非制造业 即服务业的数据,这些PMI数据上也很左右的市况 但其实也要留意,也不要看得太软线了 整个8月份也是业绩发布的高峰期 但在这么多因素上,我觉得是偏利好的 因为特别是5月份经历了一轮盈利下调潮之后 这个月的业绩 会比较差的预期的可能性 已经大幅降低了 相反地,如果业绩整体状况没有预期中那么差 会否迎来另一轮盈利上调潮 这是短期来说的一个比较大的冲击 对,恒指的夜期升穿了2万点 究竟能不能够企运 而且下一站应该看多少点 阿努稍后会和我们详细分析 观众朋友,如果你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的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 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星期五是做好的 美国主要通胀指标流和工资增长放缓 道指星期四回吐后 星期五是有反弹的 一度升超过282点 收市升176点 收报35459点 标指升44点 收报4582点 纳指升幅2% 升266点 收报14316点 全星期计算三大指数都做好 纳指全星期升了2% 另外,纳指金融中国指数 星期五是大升7% 欧洲股市亦是向上 焦点美股方面 Meta业绩后 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升4% Tesla高层 据报抵达印度 讨论当地投资车厂的可能性 Tesla的股价收市升4% 今个星期公布业绩的苹果 上个星期五股价升1% Intel的业绩和收入 预测好过市场预期 股价飙升6% 国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向上 京东比本港收市高出3% 美团、腾讯和阿里巴巴 都比本港收市高出超过2% 美团折合145.8% 和港交所都比本港收市高超过1% 比压力折合274.95% 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早段日经平均指数现在升超过400点 升幅1.4% 升463点 最新是33222点 首月综合指数升18点 2627点 色尼普通股指数升28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最新升31点 去到11977点的水平 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早段升超过200点 升211点 恒指去到20100点的水平 稍后会和大家继续跟进去 和阿尔谈谈谈外围市房 上星期五公布了PCE数据 先讲讲6月份的PCE物价指数 升3% 这个数据就是符合市场预期 前值是3.8% 就是最新的数据是有所回落的 另外看核心PCE 增幅是4.1% 低于市场预期的4.2% 5月份的数据是4.6% 就是最新的数据也是低于市场预期 和有所回落 最新的数据是2021年9月以来最小的增幅 另外6月份的个人支出 由0.2%升到0.5% 反映个人消费开支是有增加的 看到美国主要的通胀指标 和工资增长放缓 投资者对经济软着陆的信心就增强 美股上星期五就做好了 10年期债息滑落到4厘以下 曾经一度跌超过8个基点 美汇指数就稍为回信 现在都是100流上 美股近世持续 但上星期升幅 其实比中港两地股市少 道指升不够1% 纳指升2% 但中港两地股市分别都升4% 阿奴 你觉得美国是否可肯定 会出现一个经济圆着陆的情况 即使短期不减息 你觉得美股后市是否能够持续抵抗呢 首先深水清的都知道 即使上个星期 港股升得比较多一点 但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最流口 就是如果你说年初至今 美股也好 整个外围 欧洲股市、日本股市 全部都是强的 所以你认为只是单被一个短时间的变化 未必真的跟实际整体的宏观经济状况 有一个很大的关联性 纯粹就是短线的气氛改变而已 但是你留意就是说 我想在年初那段时间 大家的确会讨论 美国是软着陆 经济是软着的硬着陆 正在说很多经济数据 在显示经济是放缓着的 而事实上你看到GDP 各方面的经济数据 是显示着一个迹象的 但与此同时也看到通胀 近期来说有个明显高位回落的状况 所以如果你说去到目前这一刻 大家判断美国的经济 就肯定那通胀状况 是一个叫disinflation 就是通胀压力是高 但是增速在放慢着 是典型滞涨的后期阶段 一个整体状况来的 而这一刻市场 为什么看到美股 在五月份六月份开始那么强势 因为就是年初在讨论 究竟是软着陆硬着陆 去到这段时间 大家在讨论的是甚至是软着陆 还是low landing 就是说的是没有着陆 经济只不过是有个高增长 放缓的情况 但实际上 失业率有条件维持一个低水平 大家仍然可以有个 接近全民就业的状况 经济不会出现衰退 市场是在想着这一件事 但是如果你看到经济数据上面 又真的未完全可以指标 或者可以肯定地有个low landing 就是完全没有经济衰退的封键 所以现在来看经济数据 未必好像过去那样 只是看PCI PCI CPI BDI 通胀状况 已经不是市场最关注的一件事 如果你看上个星期 联储局的议息会议之后 说法天楼零两可 但是市场仍然关注几个焦点 譬如法威尔说到 他们未来看经济数据 会留意那些叫做制后的效应 制后inback 叫lacking integrator 那在说什么 就是有些经济数据 出来的实际状况 其实是反应慢了 而刚刚提及到的PCE 通胀数据 失业率 等等这些就是制后状况 但如果你看一些前瞻性的指标 譬如ISM制造业的指数上面 PMI指数上面 零售销售上面 各方面都显示着 其实经济状况 又不是真的想象中落败得那么紧 所以美股暂时来说 的确有条件维持强势 可能还会保持多 可能接近一个季度左右的时间 但是如果你是随着一些 叫做领先的经济指标 譬如之前提及到 就是那些ISM 就是PMI数据 或者说一些新订单数据上面 等等 各方面来说 都显示有持续转弱的状况 那美股未必好像之前认识得那么小 所以我觉得暂时 由于市场已经知道 的讨论点就是 去到低落败和低落败 即是软着陆 还是完全没有经济衰退风险 那有没有条件 再进一步 那难度性 我觉得自然是比较高的 所以美股 我觉得短期来说 是会比较难分析 我觉得潜在升幅 未必会非常多 好 我们谈谈日本央行的政策 上星期五就是意外宣布 调整以往的收益率曲线控制 YCC的政策 即是放松对债息的控制 最新兑美元就是140水平上落 日本央行的声明就说到 政策利率维持在0.1厘 但调整YCC政策 即是维持10年期债息目标在0% 维持10年期债息0.5%的利率上下限 同时首次容忍升穿0.5%的上限 日本央行每个工作日 会以1厘的收益率 购买10年期的日本国债 日经平均指数上星期五就向下 今年以来 其实你刚才也说到 外围市场 譬如日股也是强势 升至超过30年以来的位置 近日就有一个回讨的情况出现 加上央行新政策 就出乎预期放宽了YCC 你觉得之前买下了日股 或者是在NPF 增加了投资日股作为成份的投资者 你建不建议他们 将资金调回其他市场 短线的话 你也看得很短线 我当然看过后一个港股市场 始终短线处于一个追落盒的状况 所以你讲的 但问题是NPF 从而得一些长线的投资力 如果你将整个报告 可以很完整地 分散投资 那未必是一件坏事 但是你投资日股 代不代不代不特别好 我想这个未必是我的建议 因为你始终这几年 大家刚才美股投资得很开心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说除了它升之外 始终是在走港元回律上面 简单来说 你投资日股更加日股 即是升得多也好 在一个人员贬值的因素上面 可以offset 抵消你大部分的升幅位置 所以我觉得 对于一般的NPF的用家来说 其实你只能直接分散 美股和欧洲股市 已经是非常足够 那你过分地分散 就是过分地分散 任何市场都有些 如果你很相互分散 在投资角度上 你有多分散 有多分散 未必是一件坏事 但是 未必是你想要的东西 至于在日本央行上 最新政策上 看你怎样看 如果你本身抱着一个 觉得很夹的心态 其实你都可以觉得它是继续夹 它仍然维持负利率状况 它虽然移动YCC曲线 但是它在声明上面都说 暂时目标不是以控制通胀位置 是维持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 去允许一个强劲的经济活动 所以说Yen 你说大家看跌的会继续看跌 但是当然 如果你看看它 未来有机会升一些 就是说它移动YCC 这个是第一步 最终它受不了通胀 又会跟回美国的加息 加得很急 市场会有这样的看法 但是我自己觉得 我会跟回央行说什么 来做什么 我觉得短期来说 央行当维持个 宽松货币政策的时候 那Yen就还有机会跌下去 所以我觉得暂时 如果你看到途轎走势上面 Yen 都是说未必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相反地 如果你说整个市场Risk On 即市场的风险位纳上升 就是觉得对全球经济展望 再次看好一点 那Yen就试回到150的位置 我觉得那机会不需要 好 好 我们看看上星期 红指的走势 开个图给大家看 恒生指数 上星期五是先跌后升 最多升超过300点 红指低开220点 最多跌过257点 下午最多是转升301点 收市升277点 收报19916点 升幅1.4% 国指升137点收市 收报6808点 升幅2.1% 国指收市升125点 收报4466点 升幅2.9% 大市全日成交额增加到1377亿 一起看看北水本 北水上星期五是陆德淨流入 金额73亿1千万 主要是买ETF为主的 恒生国指有17亿1千万 北水淨流入 美团和盈富基金分别有 10亿5千万 和8亿8千万 北水淨流入 看这些淨流出方面的数据 股价急升2.8% 东方因选 有3亿2千万 北水淨流出 腾讯和小鹏都有2亿 北水淨流出 我和Arnold谈谈过大市的情况 上星期恒指升了4% 升穿250天线 夜期上升至2万点 成交亦有增加的情况 北水又转为买入 金额今次也挺大 主要是买ETF为主 上星期价量齐升 市场憧憬 中央旧市措施会出台 首先恒指是否能够站稳 在250天线 甚至是2万点 如果真的站稳2万点 下一站可以上网多少 暂时的情况是落寬的 所以我也相信 我有条件是2万点 但是会不会有些很夸张的 火箭式的升市 暂时来说 都仍然有保留空间 因为始终大家都是处于 一个憧憬政策的阶段 而且上个星期累積的升幅 的确是不少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你看譬如恒指计 升幅是不少 但是未去到很夸张 如果你看科指计 由今年低位计 已经升多个两成 也已经说了 这些传统的技术性偶使 如果你说的是代表市场的情绪 科指的指标性是更加大的 就是你当科指进入 技术性偶使的时候 恒指最终都有条件 进入技术性偶使 只不过是前后次序的阶段 所以如果你当天 是选择用一个指数 来做一个Benchmark 就是用一个指标 判断市况的话 其实目前来说 如果你看科指加恒指加 买得上来 绝对有条件看好快 因为就讲到整体 这段业绩期 你恒指成分股也好 科指里面的股份也好 很多业绩甚至 未必真的有想像中那么差 而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 刚刚开始的时候都讲 你不要忘记 就是五月份有很多公司的盈利 是被人下调了很多 那你说是否真的有想像中那么差 这个也是未必 所以当技术走向上突破的时候 这些位置我觉得 顺势看好 会相对比较好 而且在说人民币 都在回升 其实是占进天市地利利人和 你始终在说 最新的联储局议息会议 都在展示 都不能再加息了 大家觉得美元的加息周期结束 这个也在说 内利有一系列的政策 稳定经济 稳定信心的情况下 一些不单止就是人民币 整个新兴市场货币上面 都有机会好翻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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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